好的 今天我们讲算数平方根 如果首次观看本教育视频的话 请按赞听见 主要看本课程介绍 本课程使用方法和本课程资料 如何获取数学微课帮 更多精彩课程 好 我们直接进入新课部分 今天我们讲的是算数平方根 那么首先给出第一点 算数平方根的定义 那我们看定义 如果一个正数x 它的平方等于a 即x方等于a 看好了 一个正数的平方等于a 一个正数x的平方等于a 那么这个正数x 叫做a的算数平方根 我们得举例子 比方说有一个正数是4 它的平方等于16 那么这个正数4 那么4我们就可以称为 4是16的算数平方根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a的算数平方根 从这开始看 a的算数平方根 记作根号下a 记为根号下a 读作根号a 你读根a就行了 根号下a 那a叫做被开方数 好了 我们又给出一个名字来 a叫做被开方数 好的 那我们看 我们用这个符号去写 因为我们刚学这个课 我们写一下 比方说我们有4的平方 等于16 那4呢 是16的算数平方根 算数平方根 对吧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 a的算数平方根 就是x的平方等于a 这个16是那个a 对吧 是等号右端的这个数 那我们a的算数平方根 也就是说16的算数平方根 是4 对不对 是一个4 我们还可以怎么表示呢 16的算数平方根 我们直接就可以写成根号下16 那16的算数平方根 根号下16 对不对 那这就是告诉我们了 这两个数啊 这个4啊 和这个根号下16啊 到最后是相等的 你想一想是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说了 就是a的算数平方根啊 我们计为它 我们计为根号下 a 那是不是4的平方等于16 16就是那个a 那它的算数平方根 就应该是根号下16啊 但是呢 我又知道4的平方等于16 那那个正数4 是不是也是16的算数平方根啊 到最后是不是根号下16 就等于正4了 对吧 那为什么我要写这个根号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还能 我把这个屏幕先清掉啊 是因为我们还能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我让你找5的算数平方根 你怎么找 你是不是在找那个正数 某一个正数算数平方根 我先把这个写上啊 5的算数平方根 你是不是找一个正数 它的平方等于5 你现在以你现在的这个方法 你是写不出来的 因为它是个无理数 那我们现在没法找到那个数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16的算数平方根啊 你能找它是4 对不对 但是现在5的算数平方根 你能找出来吗 它是一个无理数 无线不循环的一个小数 所以呢 我们只能用一种形式去表示它 我们现在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那个数 那我们怎么写呢 就按刚才这个写法 A的算数平方根啊 G为根号下A 那么5的算数平方根呢 就G为什么呢 G为根号下5 5的算数平方根 为根5就行了 根号下5 根号5就行了 A叫做被开方数 好了 那以后我们这个A呢 叫什么呢 放在根号下的呀 就叫做被开方数 这个A呢 叫被开方数 其中 A叫做被开方数 好 我们把这个概念说完了啊 因为这个概念里面呢 几乎每一行里面啊 都有新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讲的慢一些啊 我们再从头梳理一下啊 因为这节课实际上支点 就这么一个重要的 如果一个正数 X的平方等于A 那么这个正数 X就叫做A的算数平方根 刚才我们已经举例子了 那么A的算数平方根呢 我们可以记为根号下A 也就是说 让你找一个数 比方说让你找 现在让你找100 让你找100的算数平方根 那怎么找 100的算数平方根 实际上你是能算出来的 对吧 100的算数平方根 为 从这来看 A的算数平方根啊 记为根号下A 是不是你上来 就可以写成 它的算数平方根为它呀 根号下100 根号100 对吧 这根号100等于多少呢 其实你是知道的 10的平方是不是等于100啊 那是不是这个10 正数10就是这个100的那个算数平方根啊 所以这根号100啊 实际上它是等于10的 那其中呢 这个根号底下这个100啊 叫被开方数 根号100 这个里边这个100啊 叫做被开方数就行了 好的啊 我们看下面 下边 用这个简单的语言叙述一下啊 即X的平方啊 等于A 其中X大于0 也就是说一个正数的平方呢 等于等于A 那么这个正数呢 就叫做A的算数平方根 记作X等于根号A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就直接写出了X等于的那个 那个正数啊 我就用它表示啊 无论它开得出来还是开不出来 刚才我们说了 根号下100 你就能开出来 它等于10 对吧 然后呢 根号下5呢 你就只能这样表示了 因为它呢 没法你暂时没法写出来 它是个无理数 无限不循环的 好的 我们看下边啊 下边呢 这点啊 这个比较重要啊 它实际上是上面的一个补充 我们说了半天 都是在说这个正数X的平方等于A的时候 X叫做算数 叫做这个正数X叫做A的算数平方根 那么0怎么办呀 是吧 在这个里边写的时候也说了 X大于0的时候 这个正数X叫做算数平方根 但是我们也能发现 除了这个四方等于16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4啊 是16的算数平方根之外呢 还有一个0的平方等于0 这个怎么算 那我们这里给出一个规定来 就是说 它是上面这个概念啊 或者说上面这个定义的一个补充 就是说当这个X不是正数的时候 是不是0的平方也等于0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也可以称为0是0的算数平方根 或者说0的算数平方根是0 对吧 这个是规定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了 算数平方根可以是什么样的数呢 算数平方根啊 可以是正数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规定 还可以算数平方根是0 也就是说 算数平方根可以是正数 也可以是0 是正数的时候呢 是由咱们前面这个定义是吧 然后是0的时候是因为这规定了啊 我们把0啊也规定进去 就是0的算数平方根是0 那这样的话 算数平方根可以是0啊 也可以是正数 好像说有点啰嗦啊 往下看 记作 根号下0 等于0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算数平方根的定义啊 说清楚了 好的啊 我们看下边这个探究 探究的就是这个根号下A 也就是说A的算数平方根 那A的算数平方根 刚才我们有这个定义是说呢 是X方等于A 是吧 一个正数或者0 它的平方等于A 那么这个X正数X或者0 是吧 就叫做A的算数平方根 我们简单的记成根号下A 但是你记成根号下A的时候 你想这个式子就决定了A 它可以取什么样的数 你觉得这个A可以取负数吗 显然不行吧 因为这边是一个平方了 它跟A相等 这边这个平方一定是个非负的 这边这个平方一定是个非负数 对不对 因为它是X的平方啊 所以这个A是不是也是非负数啊 因为它跟这个X方是相等的呀 他们两个既然有等号了 这个X方是个非负数了 平方不可能是负的 对不对 所以A也是非负数 所以放在根号下的 放在根号下的这个A 一定是个非负数 那也就是说放在根号下的数啊 一定是个大1到10的数 好 我们看第一点 被开方数A是非负数 即A大于等于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好 我们把屏幕清掉了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说根号A是什么数 根号A是什么数 根号A实际上是那个A的算数平方根 在有意义的情况下 就是那个A在前提这个 在A大于等于0 有意义的前提下 根号下A是A的算数平方根 对吧 它实际上是这个方程 在有意义的情况下 那个根 那这个根是不是刚才说了 算数平方根 算数平方根 算数平方根是不是要这个方程的那个正根 或者那个0那个根啊 也就是说这个方程啊 要不就要那个正根 它是那个算数平方根 要不就要0 因为规定0的算数平方根也是0了 那我们根据刚才那个定义来说 它的算数平方根呢 我们计为根号下A 这个根号下A呢 有可能是正数 还有可能是什么呀 还有可能是0 是不是大于等于0啊 大于等于的意思啊 就是要不就是大于0 要不就是等于0 是大于或等于的意思 所以说呢 我们说啊 算数平方根呢 要不就是个正数 要不就是0 也就是说 你这个算数平方根A 要不就是个正的 要不就是个0 所以呢 根号A呢 应该大于等于0 所以根号A是什么数 根号A也是个非复数 大于等于0的 即根号A大于等于0 对吧 那么这两个呢 就我们在研究 这个探究这个根号A的时候啊 第一个 我们研究了被开方数 放在根号下的 必须是非复的 不但放在根号下的 必须是非复的 A必须大于等于0 连这个整体 也应该是非复的 好 我们看啊 也就是说 非复数的 看这啊 总结了啊 非复数的算数平方根 是非复数 非复数的算数平方根 是非复数 就是A是一个非复数 它的算数平方根 就是根号下A 也是非复数 然后呢 复数呢 不存在 算数平方根 即 当A小于0时 根号A无意义 也就是说啊 如果以后你出现说 我根号下A 然后里边写一个复数 比方复5 根号下复5 没有意义 清楚了吧 这个根号下不能写复数 写了复数就没意义 比方说你写了一个根号下 里面写了一个复5 那这个根号下复5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复数啊 不存在算数平方根 当A小于0时 根号A无意义 好 比方说 根号下复6 无意义 然后8是64的算数平方根 对吧 8是64的算数平方根 或者说呢 我用符号去写的话 这是用文字去写 8是64的算数平方根 那我要是用数学符号去写呢 那是不是就是 8等于什么呢 8等于64的算数平方根 是不是计成根号下64 所以根号下64 等于8 也就是说8是64的算数平方根 64的算数平方根 不是写成根号下64吗 所以8等于根号下64 好 我们看第三个 根号是算数平方根的运算符号 这个根号啊 是我们说的算数平方根的 一个运算符号 一定要记住啊 这是我们刚刚学根号 好 我们看下列各式 哪些有意义 哪些没有意义 那我们看啊 第一个有没有意义啊 第一个是有意义的啊 因为说了 根号下不能是负的 你是不是负号在整个根号下 根号4 在前 根号4前面 这个负号 所以呢 这个是有意义的 第一个有意义 因为它那个根号下 根号里边 这个呢 是4 它不是负数 所以它有意义 前面这个负号呢 是给这个整体这个数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啊 根号4呢 等于2 所以这个最后整体的结果是负2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是第二个是无意义的 这个是无意义的 原因大家也清楚是吧 根号下它放了一个负4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 第三个需要运算一下 这个根号下里 这个底下是不是负3的平方啊 那个负3的平方是几啊 负3的平方是不是9啊 所以这个式的实际上写的是谁啊 写的是根号下9 这个是有意义的啊 因为它这个底下恰好放了一个非负数 对吧 3是有意义的 好 我们看第四个 这个 第四个呢 是负的根3的平方 负的根3的平方 是不是 我这个根3的这个3啊 它是非负的 它放在根号下了 整个式的来说 没有问题 是吧 所以这个是有意义的 只要根号里边的那个不是负的 它就有意义 是不是 好了 也就是说只有第二个没有意义 3 4还有1啊 都有意义 好 我们把屏幕清掉 第二判断 5是25的算术平方根 判断啊 是对的 这个 负6是36的算术平方根 这是错的 应该是6 对吧 应该要正数 这个不对 对不对 0的算术平方根是0 这是对的 然后呢 0.01是0.1的算术平方根 这个不对吧 这个可不对啊 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0.1的平方 等于0.01 所以谁是谁的算术平方根啊 所以是不是应该是0.1这个数是0.01的算术平方根 对吧 0.1是0.01的算术平方根 因为0.1的平方等于0.01 是这样的吧 或者说你说 或者你说什么呢 或者你说 0.01的算术平方根 是根号下0.01 0.01的算术平方根显然是什么呀 给它加个根号 对吧 它实际上是谁啊 其实它是0.1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显然是不对的啊 然后呢 这个第五个更不对了 -5是-25的算术平方根 这个-25 是不是 这个都没意义 那个A那个数必须大于等于0的 对不对 而且这个-5 这俩都不行 是吧 首先这个-25就不对 因为那个A必须大于等于0 就是放在根号下的应该大于等于0 是不是 所以只有1和3是正确的 1和3是正确的 1正确 2错误 3正确 4错误 5错误 好 我们看下面 求下列个数的算术平方根 好 我们进行一个计算 第一个 解 算术平方根呢 是不是 我第一个就直接写 根号下121就行了 等于看能不能开出来 因为这个 因为我算术平方根 现在我可以用符号去写了 根号下121 而根号下121 我们能写出来它是11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做一个验算 11的平方等于121 那是不是使得平方等于121的 那个正数是11 所以我这写成根号下121 是把那个文字 把那个文字翻译成什么 数学符号了 就是我要找的是121的算术平方根 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我们在学新课 在找121的算术平方根 这个根号下121 这个根号下121是这个意思 是121的算术平方根 这个等号呢 也就是说为或者叫是 对吧 是是谁 算术平方根是11吧 那我就这样写就行了 以后就写这个 这个式的 根号下121 那这个第二个 这个应该是写根号下3的平方 这是不是等于根号下9 是不是在找9的算术平方根 9的算术平方根 是不是等于3 因为3的平方等于9 对吧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 解 根号下81 谁的平方等于81 是不是9的平方等于81 所以那个正术9 就应该是81的什么呀 算术平方根 所以根号下81等于9 第四个 根号下-25的平方 等于根号下25的平方 也就是说25的平方 它的算术平方根是谁 对吧 那是不是这应该等于25 是吧 因为25的平方等于25的平方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这个 那这个要说的那个麻烦一点 说一个麻烦点的方法 你就是你现在刚学新课 你要不算太清楚的话 25的平方是多少呢 25的平方应该是这个625 对不对 那是不是25的平方是他呀 那谁的平方等于625 那是不是这个25的平方 我写出来啊 25的平方根号下等于他 那是不是在找谁的平方等于625 那是不是25的平方等于625 那是不是他的算术平方根 这应该等于25 对不对 但是这个啊 你现在最好想清楚 不用这么麻烦的算 就直接2根号下25的平方 就等于25就行了 这就是他的那个算术平方根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 这个结 第五个 然后呢 这应该算根号下谁啊 4分之9 把它写成假分数 你要不写成假分数 带着带分数去做 没法做 对吧 他应该等于谁呢 也就是说谁的平方等于4分之9 是不是我们知道2分之3的平方 等于4分之9 正数2分之3的平方等于4分之9 对吧 那是不是这应该等于几 等于2分之3吧 那大家能看出来了 实际上就是在找什么呀 在找哪个正数 或者说哪个非负数 它的平方啊 能是什么呀 能是根号下的这个数 那是不是2分之3的平方是4分之9 好 我们把平方清掉 我们看下边 求下列格式的值 我们快速的求一下这些值 我们就不再跟刚才那个例题 进行一个啰嗦了 因为咱们呢 前面那个都做过了 解第一个 根号1等于1 1的平方等于1 对吧 第二个 这个呢 谁的就是那个 哪个正数的平方等于25分之9 这个是不是应该根号下 25分之9 等于5分之3 5分之3的平方 是不是等于25分之9 好 这个第三个 是不是 根号下2的平方 等于根号下4 是不是等于2 对吧 根号下2的平方 我们直接写2吧 就是刚才已经说过了 然后呢 这个是多少呢 第四个 接 我们看 我们可以给它画成这样 根号下 3的六次方 我们在这题上稍微停顿一下 3的六次方 我们可以写成3的三次方 括号的平方 那也说谁的平方 等于根号里边这个数 谁的平方 等于根号里边这个数 是不是3的三次方 因为是不是里边 括号里边都告诉你了 谁的平方 等于3的三次方 括号的平方 那是不是3的三次方 的平方等于这么多 等于根号下里边那个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等于3的三次方 3的三次方是多少呢 27 这个做完了 好 我们再看下边这个 解 原式等于 这个式子是不是6的平方 加8的平方 是不是等于根号下 36加是64 这个等于根号下100 根号下100 是不是等于10 这个不再多解释了 然后再看这个 解 原式等于 这个等于根号下 四分之二十五 这个等于多少呢 二分之五 因为二分之五的平方 等于四分之二十五 是这样的吧 最后一个 解 原式等于 根号下 负7的平方 是不是49啊 根号下49 谁的平方等于49啊 哪个正数啊 是不是7啊 我找的都是算数平方根啊 我说的都是要的那个正数 哪个正数的平方 能得到根号下这个数 比方说 这个正数二分之五 它的平方呢 可以得到这个 根号下里面 那个正的四分之二十五 好的 我们把屏幕清掉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